在倉庫裡面看秀的感覺 而且剛好有一種伸展台的感覺 所以跟以前過往的秀場 好像是有那麼類似 但是又有不同感 而且那種年代感跟他可以做的IP 其實感覺是非常不一樣的 對 然後覺得 而且在這個 剛好他有一個自然的回聲 所以所有的腳步聲 還有人的談話的聲音 然後包含到歌手演出 包含到那種走過來的氣場的那種感覺 整個都不太一樣 畫面中是基隆港歷史最悠久的 西岸碼頭倉庫 鑒於1930年代 見證著台灣與國際接軌 而在近百年歷史的氛圍中 聽見傳遞聲傳來 濃濃的港督特色 讓觀眾沉浸在其中 市府首度結合策展人設計師潘怡良 携手新銳設計師與不同領域的藝術家共同創作 帶來光影音樂與時尚秀 吸引滿場的觀眾到場欣賞 因為這地方其實第一次接觸的時候覺得好酷喔 因為它是一個有歷史的地方 其實你在看整個秀當中 你會看到就是有沒有有個鳴笛的聲音 就好像那個因為我們拿的是大家都拿的船票 好像有點就是進到那個船的就是要登船的那種概念 然後再來就是說慢慢演變到後面的時候 我們用那種比較 就是在音樂方面也會看到它一些改變 因為希望讓大家感受到就是從歷史到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把一些未來 甚至科技結合在這次當中 所以我覺得這是 我覺得我有感受到那種 基隆很強烈的DNA的那種概念 就是我希望把時尚藝術能夠帶到這個地方 那真的非常謝謝基隆市政府 讓我有這樣的機會做這樣的事情 其實越在地越國際 基隆特有的港灣口岸文化 是接受國際潮流衝擊的最前線 包括咖啡文化 偉多航特色 都讓基隆走在台灣潮流的最前端 而在這個老倉庫進行的潮流時尚秀 更帶來了視覺與心靈的饗宴 我想我們慢慢會讓基隆更來越來越時尚 越來越熱鬧 我們現在努力在推動是要把西岸 把它更多的旅遊觀光消費城市生活的元素 包括說我剛剛提到的港警兒童樂園 吸熱倉庫的招商還有中山一路的更新 這一點都是我們未來會在做 我們也鼓勵大家以後多到西岸來玩 東岸太塞了 西岸會更順暢 謝謝各位議員副議長今天的共同參與 這大概是基隆少數的一個時尚秀 不過我剛剛問了一下鼎超 他未來也會繼續辦理基隆潮時尚活動 每年都辦 把它越辦越好 感覺很棒 今天是我第一次發現西岸商庫辦第一場時尚秀 感覺非常棒 那也謝謝我們謝市長這麼清新的安排 我想這個秀把基隆整個自助性行銷 藉由這個走秀 把這個基隆整個美好 呈現出來我覺得非常棒 希望市長以後多多辦這樣的活動 我真的很棒 非常感謝市政府能夠把基隆市藉由這個秀 把基隆市行銷出去 希望我們基隆的青年子弟 或者是所有的好朋友們 大家共同來共襄盛舉 非常感謝市長這麼用心 今天辦這個活動真的相當成功 你看不管在表演 他融合的表演 還有歌唱 還有時尚 都融合在一起 所以我們西岸以後一定會越來越漂亮 然後真的 大家會另一張看 真的一定會更好 主辦活動的市府產發處 也邀請超過20家的 基隆辦手禮好物 參與展壽 讓各地來訪的貴賓們 進一步也了解 基隆在地的美食文化 記者黃正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